德表的一大工艺特征就是这个四分之三甲板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桌 因为所有的安装孔位都在一个甲板上 这样组装起来难度特别大 但是有人喜欢 比如我 万表刘欣立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刘欣立 今天我们开箱一款格拉苏迪原创偏心月向年利 最新款的刚到店的 上期我们讲了这个品牌怎么样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眼 这期我们直接上手了 这款表属于G.O的偏心系列 设计上比较有德式美感 比较有表德 资深老铁肯定知道万年利 万年利在G.O它归一元系列 比较经典 比较偏重寄屈和收藏 而今天这款年利 它更偏重日常佩戴的实用性 我们从四个方面入手 一个是品牌 一个是颜值 机芯的复杂功能和做工 最后是上手效果 回答上期关于表格厚度的问题 偏心月向这款表 它的厚度是12.7 而增加了年利功能 这个偏心月向 年利表呢 它的厚度居然降到了12.4 你猜对了吗 有年利功能居然更薄 除了比这个偏心月向更薄以外 它还有一些美学上的提升 待会我们用特写来告诉你一下 不知道你们看出没有 这款达尔地 它箱了金块了 以前的驼芬冷款式都没有 偏心系列 在这个地方是基本上没有开发的 你看这个年利显示 它像不像逆跳 现在我就给你展示一下这个所谓的逆跳 在三点和六点之间 这有一个弧形蓝宝石镜片 以精致的风格只是月份 蓝宝石窗呢 整体是灰色的 但是呢 它有12个月的是透明数字 只有下面那个转盘的黑色方块 转到了哪个月 哪个月的数字就被显示出来了 一目了然 聪明吧 这就是德国设计 有逆跳效果 又不占用空间 显示还特别的清晰 这个年利功能呢 应该说是G-O的一个全新的功能啊 它搭载的机身是92机身 它这全面叫Panematic Calendar 偏心年利万表 它突出了一种人文关怀 体现着一种平衡之美 在复杂功能啊 耐用度啊 还有厚度啊 设计美感等方面达到一个平衡 它的机身里呢 是滚珠轴承机构 用平面带日力 还有什么长动力啊 硅优色 硅优色的优点你也知道了 防磁啊 防震啊 抗分叉啊 还有等式性提高啊等等优点 而且它的动力呢 长动力长到多少呢 100小时 只有一个发条盒 说一个小秘密 这个机身是92机身 之前的偏心月像是90机身 这个92机身的年利月像是精密月像 122年才出现一天五差 这里不展开了啊 感兴趣的话呢 用任何方式提问 机身做工方面啊 这个红金款呢 它用的是杜老式面 如果是薄金款呢 杜老呢 是黑色杜老 不一样的 前面说年利体现人文关怀 啥意思呢 主要是年利和万年利的取向 万年利呢 是很经典的 高级质表的辅导功能 年利它诞生20世纪末 万年利 它有四年一润的功能 在很长时间呢 不用去考虑大小月和润月显示 年利呢 可以显示大小月 30天啊 31天 每逢润年 手动调教一次就可以了 万年利需要摇表器 年利呢 仅是2月底调整一次 不用摇表器 不被功能绑架 万年利呢 偏重继续收藏 年利偏重日常佩戴 和一种平衡啊 年利的关注点 不在永恒而在当下 年利机构 在机心内部 占用的空间更小 比较耐用啊 所以它是日常佩戴的 理想之选 关键是 表壳显薄 不那么麻烦 有红金款 还有薄金款啊 都是42毫米 刚才说了 年利具有很强的 这个厚度优势啊 佩戴场合方面呢 它是比较坚固 正装和休闲的 花钱嘛 就要花在点上 一块好表 不能跪到舍不得戴 不能跪到失去代相 不能跪到担惊手帕 前面很多技术细节 没有展开 不是我们不懂 是我们不确定 大家是不是感兴趣 欢迎大家留言 互动打击写 我们有问必答 新来的老铁 为了防湿连 咱们关注一下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下期见